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 那我就来宣布了 对 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新锐艺人 荣誉获得者是 请看大屏幕 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新锐艺人 真不愧是我们队里的宝剑小能手 这贴法我收藏了 今天 我的确是因为药姐没过而被计赞 但我并没有为了要赢得比赛 年度新锐艺人 熊子奇 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新锐艺人 蓝波基尼 四百万左右 平时在身边 跟你吵惯了 突然不吵了 有点不习惯 年度新锐艺人 洞威龙 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新锐艺人 年度新锐艺人 SMH48 李亦彤 2017腾讯视频 星光大赏 年度新锐艺人 我们有请熊子奇 宋威龙 SNH48 李亦彤 上台 接受荣誉 很遗憾 今天宋组艺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到现场 但我们同样祝贺她 尤其我们这次获得一人的三组艺人 获得荣誉的三组艺人 一同登台 我们也感谢她们在未来的一年 和过去的一年里 带给我们很多牺牲的力量 有请我们的荣誉技巧嘉宾 为三位送上荣誉奖杯 再次恭喜三位 我们请三位分别与我们分享一下感受 好吗 来 请 就女生先吧 请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颁给我这个荣誉 然后也非常感谢腾讯视频 在这一年里面 对我们SNH48的这个关照 非常感谢 然后这次得到的这个个人荣誉是年度新锐女艺人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还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还有很多需要补足的地方 需要加强的地方 希望今后我也能在这个足梦演艺圈的道路上 继续努力下去 继续得到更好的发展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 以及我的团体SNH48 非常感谢大家 来自恭喜你 恭喜SH48 恭喜 请继续 年纪比较大 我来吧 首先谢谢给我颁奖的两位嘉宾 谢谢主持人 对 今天是腾讯视频VIP五周年 首先我是一个特别忠实的腾讯视频VIP的用户 也很感谢腾讯视频一路陪伴我走到今天 像今年夏天刚刚播完的浪花一朵朵 然后 谢谢